驻印尼台北经济贸易代表处 经济组长肖振环或雅加达广照会馆 印尼华商经贸联合会雅加达刘台校友会邀请 主讲全球经济混沌下的应对策略 肖振环指出美国依据贸易法301条款 正式对中国智慧财产权权各种产品展开调查 甚至对价值34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 包括对航海、资讯及通讯科技、机器人及机械产品 等1333项产品加增25%的关税 中国大陆政府也随即表示进行同等规模反击 中美猫一战正式开打 外界优先入市美国调高中国关税 尤其针对消费性电子产品 那么台湾产业也会受到波及 台湾在中国大陆或者在美国 以及各国在中国大陆美国之间 怎么样去做生意做灵活的调整 其实有开始找寻其他的替代方案 跟备胎方案在里面 今天有萧组长来给我们讲解这个东西 整个数据出来 整个实际上这个状况 贸易在印尼整个现在的这个 世界的这个经济混沌之下 我们怎么样来突破这个部分 我们真的是售获良多 印尼政府为了吸引更多外资进驻 缩短的设厂的作业手续 只要在网路上申请单一方案即可 为投资商节省许多时间 有兴趣前往印尼投资的台商 在投资前应多征询 与在印尼投资台商的意见 及寻求适合的投资伙伴 如此将可降低投资的风险 欢迎新闻副一线 在雅加达采访报道 这样的地方